大家好 新冠狀病毒 终于正式在香港社区爆发了 现在的情况 比3月的时候更加严重了 我们经常听到袁国勇教授 张竹军医生 讲到这个病毒有变了种 可以告诉大家 病毒真正是变了种 究竟它如何变化 有什么后果呢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要提一提这篇文章 这个文章就在Sell医学期刊登出来的 我会post link在下面 大家如果有兴趣看完文 可以自己看一看它的内容 我就用图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又看一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新冠狀病毒 SARS-CoV-2 大家都知道 其实它表面上高的一条条刺 我们叫Spite protein 就是说病毒就靠这些Spite protein 就黏在我们身体细胞的 Ace2受体上高 从而打开感染的大门 那么这次这个变异呢 就其实又是牵涉到这个Spite protein 那么它怎样变化呢 之前如果大家有看开我们的视频都知道了 其实这个Spite protein 如果你把它放大它来看 其实它就由这个一连串的氨基酸 串在一起变成一条好像珍珠链 这样的东西就串在一起形成 那么就其实呢 那个变异只是非常之轻微的 那么主要就是这个珍珠链上高 第614个氨基酸 它本身这个氨基酸就是Aspartic Acid 那么我们简称叫D 那么它这个变异呢 就是这个这样红色的氨基酸 就变了一个绿色的氨基酸 那就变了其实叫Glycine 就是另外一种氨基酸 那么我们叫G 整条链里面其实有大概1300个氨基酸 那只是第614个变了 那就是这么嘟嘟的 那么变了这个就是旧的Spite protein 我们叫D614 那么这个呢就在这个位置 红色的位置是一个Aspartic Acid 那么变异了之后呢 那么它就变了一个G614 那么就在同一个位置呢 就转了做Glycine 那就是这个绿色这一点 就是这么点这么多的 那就形成了这个新的变异了 其实这个变异呢 就慢慢不知不觉之间 在今年的3月到4月的时候呢 就已经朝朝发生着了 就是说原本的病毒 微变种的病毒呢 是主流来的 但是到3、4月之后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呢 就说那个病毒呢 就逐渐逐渐 就由新的病毒 新变异的病毒呢 就取代了 其实这个这样的变异呢 就在大概就3月到4月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这样的倾向的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表吧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全世界 就是那个病毒 那两种病毒的相对比例 那么橙色这个范围呢 你看到呢就当初新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的时候呢 初头1月啊2月左右呢 就大部分呢 都是这个这样的橙色的D614 就是旧病毒来的 那么大概到3月左右呢 你就看到呢 就它呢 那个比例呢 就直线下降 而蓝色这个部分 就是新的病毒 变异了的病毒呢 就越来越多了 那么占的比例越来越多 那么到4月5月呢 基本上呢 就大部分呢 都是变异了这种新的病毒 那么其实到现在来说呢 这一刻7月这样计呢 那么大部分 世界上的新冠状病毒呢 都是这种新的D614病毒来的 好了 那么科学家有什么发现呢 究竟这个新变种的病毒 和旧的病毒有什么分别呢 那么他们就发觉 新的病毒呢 就它感染实验室里面 培养的细胞呢 就比较厉害的 比较快一点 那么有些人就说几倍 有些人就说十倍 这么厉害的 那么科学家这样说 大家知不知道 这样代表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的 这样呢 就是代表 它感染实验室的细胞 就比较强劲一些 那么是不是等于 它在人体内感染 也都是强劲很多呢 那这个东西不一定了 因为你在人体里面 很清晰地看得出 它是不是真的厉害了这么多 那么就需要更加多一些的 就是以后研究看回才知道了 科学精神就说 有一分证据说 一分证据说 不是在实验室里面感染劲一点 就代表在人体里面感染劲一点 那么另一个方面 感染这个新病毒G614的病人 在上呼吸系统里面的病毒 的数量是多一些的 那么又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它上呼吸系统的病毒多一些 那么它有机会可能比较容易传染一些 但是是不是真的呢 都要等真正牵涉到人体的研究呢 真正是证明到才知道 但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呢 它里面提到一个结论呢 我觉得呢 是可信的 那么它的说法呢 就是说 既然这种新病毒 可以这么短时间里面 可以完全取代到旧病毒的话呢 就是说呢 它在这个密敬天窄 适合适者生存的自然界里面呢 它似乎呢 就更加适合生存的 那么如果它是更加适合生存的话 那么对人类来说 当然并不是好消息了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真的要很害怕呢 现在是不是真的要恐慌呢 其实道理就是这样的 因为旧的病毒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医治的 那么新的病毒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医治的 就是什么呢 最有效的神药 就是戴口罩 大家必须疯狂地戴口罩 继续全民戴口罩 那就不要乱那么随 洗手 继续跟人的社交距离 其实大家一直都做得很好 只不过呢 就大家要咬牙关 继续在这么天热的时候 都要做足这些预防措施 对付这个新的病毒呢 我相信都是一样那么有效的 那么另一方面 当然我都希望政府那边的测试 可以做多一些 我最近在诊所 都帮病人做多了很多 这些心猴脱疫的测试 但是有一个困难就在于 因为很多人就问我 我这样好像伤风感冒而已 那需要不需要做啊 我其实都是冷亲的 我那天穿小件衣服 被冷气吹到的 不用是吗 不是这些是吗 所以很多时候我劝人做的时候 就非常之难的 其实大家要知道 真的就算我自己 我都没办法 告诉大家 你是伤风感冒 还是真的是新冠状病毒的 所以这个做法上 很多时候就说 如果你有少少症状 都会建议你去做的 但是我们的困难 就很难去说服病人做 就算我给了一个军病人 我都不太肯定他会不会去做 所以如果说政府可以考虑 好像外国那样 比如说设置一些测试站 大家可以经过的时候 觉得怀疑自己有问题的 就可以立刻拿一些课程 就立刻去做 或者立刻就可以走过哪里 就立刻拿个瓶 就回家自己做 拿回去政府那些空肺科诊所去做 这样就会减低大家去做测试的难阻 做多些的检测 就知道社会里面 哪些人有带着病毒 去加以隔离 是更加有效对付这个疫症的方法 好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这些影片 记住share开去 留言 点赞 还有记住订阅我这个频道 多谢大家收睇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